有一家知名的连锁家具公司的一位男性协理 利用职务之变呢 长期的骚扰女员工啊 要不然就是亲人家额头啊 摸人家屁股啊 这些的行为让女方呢 非常受不了 那个男的协理 他说他没有上下其手 但是呢女员工是指正立立 那么劳工局现在介入了解了 如果是真的的话呢 公司知情不报 没有处理的话 将开罚最高50万元 这什么业绩啊 什么的之类的 他就会来 他就说最近声音好不好啊 然后之后就问完了以后 他就会跟你说加油 什么道理要女员工业绩多努力 竟用摸臀部的方式 加油还要偷亲心 泪眼控诉的 还有进公司九年的林小姐 他会这样子 整个这样把我抬起来 就说我看你有没有变重 对 而且是很多次 不是只有一次 门市女员工有多重 到底跟主管有什么关系 虽然伸出弦猪手两体重 被指控的黄姓男子 在这家公司任职十多年 五年前身上主任后 身为协力 职权变大了 却开始对女员工不礼貌 我不好 不方便回答你这些问题 怎么说 是 为什么不方便回答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你觉得你是被无赖的吗 你觉得你冤枉的吗 不做回应 但是出面指控的两位小姐 指正莉莉 还说向公司反应之后 要向劳工局申诉 前一天却收到总公司通知 遭到资钱 还付上六万元的支票一张 他知道我要去控诉 他就决定要资钱我 对 然后结果 结果 我没有签那个支钱单 可是我签这个支票 因为我想要拿这个单做证据 发生疑似性骚扰事件的 就是这间知名的上柜家具公司 劳工局已经介入了解 如果查证 协力真的是批色狼 员工反应 公司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将依照性别工作平等法 开罚十万到五十万元 中间却零售少权收索 新闻市报道